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又来了 东北季风又来了 而且这个礼拜全台湾都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那么所以除了降雨之外 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要注意降雨之外 还要特别注意降温 而今天跟明天 那么除了东北季风之外 还有在我们南方 当然距离我们位置还蛮远的 万宜台风 它虽然距离台湾位置点 但是它的外围环流 那么影响到这个跟我们东北季风 产生的共伴效应之后 那么产生的影响就是相当大了 所以北部地区 还有东北部地区 基隆北海岸地区 都要特别注意 这双相署呢 针对了基隆北海岸 台北市山区 新北汐止 还有宜兰地区 以及新北山区 都发布了豪雨特报 所以今天呢 这个东北部地区 这一块台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宜兰县 那尤其山区 要特别注意 豪雨 那么至于在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呢 仍旧也会受到 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 那么云量也增加 降雨的几率也上升 那么同时温度 也明显的下滑 我们来看一下 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 阴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60% 基隆的降雨几率 更高达90% 白天的温度 只有20到21度 今天清晨呢 那么我开车过来的路上呢 外面呢 还曾经只有到19度 所以起床的朋友们呢 要特别注意 慢慢起床 因为现在温度变化 幅度非常的大 中部地区呢 则是多云时阴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2到27度 南部地区 阴时多云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也是30% 白天的温度也是22到27度 东部地区啊 那么则是阴短暂震雨 宜然的降雨几率是100% 花园降雨几率也高达90% 就连台东也高达70%的降雨几率 白天的温度是22到26度 澎湖地区 阴时多云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2到24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跟宜兰目前只有20度 台中22度 台南高雄花莲 澎湖23度 那么台东24度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 全数下跌 而且呢 科技股当中呢 半导体还是领跌的类股啊 道琼工艺指数呢 下跌了305点 收盘指数是43,444点 跌幅0.7% 纳斯达克下跌了427点 收盘指数是18,680点 跌幅2.24%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78点 收盘指数是5870.61点 跌幅1.32% 费城半导体 则是中错了171点 收盘指数是4833.59点 跌幅3.42% 上个星期哦 整个美股呢 五个交易日跌了四个交易日期 跌幅都还蛮多的 那么这里面当然道琼和标普的跌幅 还算稳定 但科技股的跌幅就相当的重哦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呢还在继续下跌 同样的原因都是因为 担心供过于求 然后呢再加上呢美元走强 所以我们看到纽约黄金 纽约 那么原油期货价格呢 是下跌了1.68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67.02美元 跌幅2.45% 一周就跌了4.8% 而派布兰特原油呢 则下跌了1.52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1.04美元 跌幅2.09% 一周而言的话呢 西德州原油跌了4.8% 那派布兰特原油 一周跌了3.8% 另外自家哥黄豆期货的部分呢 则是上涨了1.11%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贵金属的部分 那么上个礼拜五呢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还在小跌 跌了百2.80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来到 2570.10美元 跌百分之0.11 一周跌幅呢 超过了百分之4 这是三年来的单周最大跌幅 刚刚跟川普当选了之后呢 那么一方面美元指数走强 二方面比特币大涨 然后三方面的美元指数呢 那么快速的上 美元债券啊 美国的十年级公债殖利率呢 那么不断地往上升 这三件事情 那么它的发展都对黄金 这个产生了压力 好那另外我们看到白银的期货呢 跌了百分之0.45% 铜的期货跌了百分之0.56% 靶金的期货上涨了百分之1.9% 好那至于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在上个星期五呢 则是升值升多了 出现了拉回整理 小跌了0.19个百分点 来到106.68 好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 美元指数的部分 那么当然这里面是升多了 之后的拉回了 那就一周而言的话 美元指数还是涨了1.65个百分点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全数下跌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 下跌了7.58点 跌幅百分之0.09%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了42点 跌幅百分之0.58% 而德国法兰克指数呢 则是下跌了52.89点 跌幅百分之0.27% 好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其实在未来一周要关注的焦点 当这个礼拜三20号 就是11月20号呢 NVIDIA会在盘后公布它的财报 那这个呢对于所有的科技类股来讲 影响是非常大的 另外呢日本央行总裁 礼拜一要举行记者会 这是川普当选之后呢 他第一次举行记者会 日本的货币政策也很值得关注 而欧洲央行呢的总裁 也预计礼拜二要发表谈话 所以大家要知道日本央行 跟欧洲央行的利率决策 另外这个礼拜呢2324号呢 那么各个地区的PMI 采购进人指数的预估值会先出来 大家要看经济的前景 好如果我们就美国而言的话呢 美国上个礼拜呢 公布了10月份零售销售数字 还公布了10月份的进口价格 那么这几个数字呢 都显现出来美国经济呢 还是强劲 那么同时呢通膨还没有完全消除 就同样的面貌 上个礼拜呈现的不管是CPI PPI或者进口价格 都是呈现着通膨 比预估的还要再强劲一点点 而经济数据的部分呢 则是都显现出来美国经济强劲 所以我们看到呢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呢 在上个星期五达拉斯的一场演讲当中呢 就释放了鹰派的讯息 强调美国经济非常的好 所以呢 那么联准会有足够的时间 来慢慢的思考是否要降息 所以呢 它这里面呢 至少讲了三次的谨慎 所以呢 不急着降息 这一番谈话呢 立刻让联准会降息的几率呢 那么在利率期货市场当中呢 从80%降到了50% 那不过我刚刚看了这个FakeWatch啊 最新的评估是 59.9% 所以呢 就不到六成啊 那凸显出来呢 这个讯息使得 12月的降息出现了变数 那不只是鲍尔啊 那么包括了像是联准会 这个波斯顿联准银行总裁 柯林斯 还有芝加哥联准银行总裁 古尔斯币 另外呢 还有Richmond的联准银行总裁 巴金 他们虽然鸽派鹰派不太一致 对于明年的速度呢 看法不一致 但都认为现在联准会呢 它的降息必须要更谨慎 看更多的数据 这让12月的降息出现了变数 所以呢 我们就看到说呢 这个美国股市在上个礼拜 四大指数都是下跌的 就一周而言呢 道琼一周跌了1.2% 纳斯达克呢 一周跌了3.2% 标普一周呢 跌了2.1% 费城半导体 一周更是重挫了8.6% 那么台积电的ADR呢 一周也跌了7.6% 这是拖累台北股市上个星期呢 一周五个交易日跌 四个交易日的主要原因 好 那么所以现在美国股市呢 其实已经呈现了两大利空 第一个呢 就是川普交易呢 现在看到了一些平仓的现象 好 所以从川普的乐观情绪开始呢 那么出现了平稳 或者甚至于平仓 那么第二个呢 利空呢 就是根据蓬勃资讯的数据显示 标普白指数成分企业 未来12个月的每股盈余预估呢 它的这一个动态指标 已经出现了负数 这意味着呢 他们去分析 所有的分析师 在调整 在评估 未来12个月 他们所追踪的企业呢 他们的这个盈余呢 是上修还是下修 现在下修美股盈余的这个分析师 要比上修美股盈余的分析师 要来得多 所以他成了潜在的利空 好 不过呢 在川普当选之后呢 我们看到金融市场出现了 涌向美国股市 然后呢 资金从新兴市场 欧洲股市撤退 按照EPFR呢 所做的这个 这个 他们的数据显示 在11月13号的前一周 那么涌入美国股市的 ETF的资金 高达560亿美元 创了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的 最大的这个进入的资金 但是呢 在新兴市场的部分呢 反而是撤出了 75亿美元 这反而是创下了两年来呢 最大的测资的幅度 那么MFCI新兴市场呢 一周平均就跌了4.5% 再加上呢 会是 其实呢 这个不管是 这个马来西亚货币啦 南非的兰德啦 然后匈牙利的货币啦 然后包括等等 这些通通都是贬值的 好 那么另外呢 在中国大陆的部分呢 估计在20 这个11月13号之前呢 也有211亿美元的资金呢 测出中国大陆 所以呢 川普震撼 震撼了新兴市场 股汇双跌 那么在欧洲市场的部分 也是股汇双跌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欧元区明年的经济 欧盟支委会呢 预估明年景气呢 可以回暖 回暖 今年呢 欧元区的经济成长率 预估是0.8% 明年呢 可以回升到1.3% 2026年呢 甚至于可以回升到1.6% 但是呢 欧盟支委会提醒 地缘政治的贸易紧张 尤其是美国的保护主义 还有呢 中东的局势呢 所导致的能源价格呢 没办法快速的回跌 都可能造成 复苏上面的主力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日本在上个礼拜五呢 公布了第三季经济成长率 那么它的经济成长率呢 比预期的表现的差一点点 好 计真年率呢 是百分 计真率是0.2% 这比预期的计真 第二季的计真 0.5% 微幅的放缓 这里面呢 主要是资本支出放缓 但是呢 消费支出呢 意外的很强劲 而消费支出强劲这件事情呢 让日本央行有机会 可以在年底之前 再升息一次 所以呢 今天日本央行总裁的会议 的记者会呢 释放的讯息 对于亚洲货币来说 就很重要了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巴菲特 他呢 交出的3F文件啊 就是每一季 他交给政管会的 这一个文件显示 他第三季呢 仍旧是保守操作 那么大幅出售了 360亿美元的持股 那么只有小幅度 买超了15亿美元 而小幅买超的项目呢 包括像是达美乐 另外呢 还有拥有泳池 就游泳池的设备制造商 普尔的股票 好那他买这个PISA股 这是很特别的一个选择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在贸易战威胁的情况之下呢 高盛的评估人民币有可能会在 明年底之前呢 贬值到7.5% 而大陆内部的这个金融专家的评估 先不看那么远 但今年底之前 真的有可能会到7.3人民币 对一美元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在上个礼拜五呢 所公布的数据 喜优参半 在工业增加值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部分呢 年增率只有5.3% 比9月份的5.4%微幅的下滑 但是消费支出呢 年增率4.8% 创了近8个月来的最大消费力道 显示呢刺激方案 已经发挥了一些效果 好那么在入港股的部分 上个星期五都是下跌的 上证中和指数呢 下跌49点 跌幅1.45% 深圳城市呢 也大跌了2.62% 但香港恒生指数呢 反而是只有小跌了3.21点 跌幅0.02%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在上个星期五 小涨了27.39点 收盘指数是22742.77点 涨幅0.12% 即外资呢 由卖操已经转为了买操 但是呢 反而是投信 还有自营商 卖操幅度相当的大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了 请您和站在这里 咱们放松 你必须跟正川 看看